你有沒有覺得碰到那一種 愛指揮大家 愛控制大家 真的會讓人家很有壓力 你說指揮如果是對的決策 那都還好 如果萬一是帶錯方向 那就真的搞得不好 瞎子領路 對不對 其實有一個故事 就是在戰爭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士兵 就收到一個電報給指揮官的 然後指揮官說 這應該是一個緊急指示 對 趕快把它大聲唸出來 那士兵就照著去唸 因為你的愚蠢跟無能 導致於這場戰爭一敗塗地 你簡直是個豬 那這指揮官不是尷尬死了 倒沒有 那指揮官反應還不錯 他說那這應該是密碼電報 趕快找人家翻譯出來 趕快 所以他不只愛亂指揮別人 他還睜眼說瞎話 胡蕾蕾 胡蕾蕾 所以就有個指揮家親友好處多多 還是不斷地被控制 真的是讓人家很叫鼓連天 真的 真的 你們怎麼那麼愛指揮人家 去當指揮家 是 歡迎收看今晚開戰吧 首先歡迎熱愛大指導 及指揮眾人的指揮家 幹嘛要咬的 控制欲 控制欲 就會讓人家受不了 是嗎 我這邊是那種各種生活小時候 都被那種控制的頭痛人 好可憐喔 真的 對啊 吳玉琴姐 吳玉琴姐 是控制別人 對 沒有 我偶爾會 就是配合人家被控制 但回到家裡 我其實還是指揮官 還有阿丁斯老師 阿丁斯 大家好 她就是指揮人 控制人 對 星座都她說得算 我們也從毫無查證的能力 又跳到頭上 對 你沒這回事 那麼扁 那麼乾 對 那麼紙片人 一言不合就說你星座怎樣 對 有些人真的是天生就是指揮家 這個性格沒辦法 他控制不了 對 我們認識的一個朋友也是 到哪裡都要控制對不對 哪裡都騙他 是 然後如果沒去參加或是什麼之類的 他就會酸言酸語這樣 對 我們不重要嗎 我們不重要的這種 對 你什麼 你請變 我隨便 什麼什麼 很多這種名言 這樣人格特質的人 通常都是充滿了魅力跟自信 你也不能說他們愛指揮人家 他們就是天生有個氣場 會讓人家覺得 就是要聽他的 對 自己吃飯喝什麼酒誰在乎 對不對 但就是有指揮官 這就按著你拍點拍出去 你拍出去 這就會莫名其妙 他們就會想說 他們其實十分享受這種領導能力 但是其他人可能也 真的是滿享受他們 在領導的過程 對啊 但也有可能有些人是很頭痛的 對啊 對啊 所以那一不小心 就是可能會變成滿滿的控制欲 跟造成別人的壓力 一開始就問一下大家 指揮官就是規矩超級多 不順他的意義就不行嗎 請舉牌 不然他當指揮官就要做什麼 對嗎 天生領導欲的人 他就是非常有自信 他覺得他的決策是對的 你們就聽我的就對了 沒錯 超反的 有分兩種人 一種是像你講的那種 就是他會細節都控制說 你說你今天不要坐那裡 坐這裡 今天你唱首歌 等一下Paul先 然後再來 跟舞陽 對 你歌手你壓後面 對 好熟 對 你好熟 你說得很熟 對 就是有一些是會這樣 但是有一些就會跳出來就是說 我們等一下氣氛要活絡一點 我們等一下要唱歌 你們自己決定誰先唱 就是比較隨興的 就是有兩種 可是你不覺得有時候就是有這種人 然後你就現場才真的會活絡一點 要不然大家也是坐在那邊 看過年 對 因為你讓我用下 沒錯 好啦 到底天生哪一些星座人 就是這個指揮家呢 我們來問一下艾琳 我們上榜的第三名是 摩羯座 摩羯座 會準嗎 什麼叫做會準嗎 不要再用摩羯座來撞我了 會準嗎 當然 我先改一下好不好 第一名 你是不是可以污辱我的眼睛 你是不是可以污辱我的專業 摩羯座叫遵守紀律潛移默化 其實其實摩羯座是這樣 就是它是非常對自己高標準的 自我要求很高 然後是很講求紀律 它是言以律極性 可是它為什麼會指揮 它指揮他心愛的人 對 它帶的 艾琳老師 讚 準備 摩羯座很掌控全局型的 可是我們為什麼都沒有發現 因為我們以前都有聊過 因為它是默默觀察 偷偷調查 其實全部都在它的眼線之下 對 它對於如果家人沒有很重視健康 或者是說他生活是非常不規律 他就會覺得怎麼可以這樣 因為它是用一個管理公司事業魂 在燃燒的方式 在介入他的家庭生活 偷偷小孩的玩具 不是還是對戰機嗎 對 Roger Roger 收到 收到 動 什麼 這邊有一個文傑座的女生朋友 跟她打球 她是糾察隊 你不能這樣子 你這個要推 怎麼可以說OK呢 還差這樣 就這樣 要推 好煩 問題如果量 就只剩下一點點 她真的會去量 那差一點點 她就說 妳要推 因為妳在抓球就要推 拋眼可 媽 好累 第二名上榜的是 母羊座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對不對 唯一經濟求好心切 我們今天剛好兩邊都有母羊對不對 所以要解釋一下 母羊分愛管閒事 跟不愛管閒事這樣子 母羊的話 對朋友來講 其實真的是滿隨口好朋友 是好咖 很好揪 什麼都好 喝就喝 唱就唱 吃就吃 所以她就會 會回家控制她的小孩 沒錯 因為你知道這個能量 非常的飽滿 對 所以她如果沒有 把揮出來 壓力中 都非常不舒服 為什麼她會變指揮 其實她真的是求好心切 我覺得我們羊座的好朋友 很幸福耶 因為她是屬於 她是為你什麼 怕你上當受騙 對啊 讓你不會忘錄 對 虎口婆心 都是為你 對 一樣嘛 就是說跟Paul哥一樣 就是我如果不重視你 不在意你 我真的懶得管閒事 沒錯 那是屬於這個樣子 沒錯 OK 等於我不管你的時候 你就在世 對 然後 心儀的獅子座 獅子 獅子 對嘛 你坐這裡幹嘛 應該是有靈驗 都還派我刀牌 人家是坐那邊 我們都坐錯了 巴西版的獅子座 巴西版的獅子也都藍藍 他說巴西版的獅子座 叫做 居剛臨下指點江山 巴西是屬於女權至上 所以她從小的生長環境 本來就是如此 所以她是一個 就是很聽話的乖寶寶 可是一樣是 對 一樣是掩蓋不住 獅子座小太陽的那種 巨星的光芒對不對 對 縮碎 對 縮碎 不要控制 我是 縮碎 不要再想要控制 對啊 其實這就是明星特質 這個是沒辦法就是 生明之王嘛 對不對 我是老大 地方霸主的概念 對 我說了算 我來聲控大家 是因為我要 為了讓場面更完美嘛 對啊 對不對 我要讓整個表現 整個水準要發揮出來到極致 然後也是為了大家的 歡樂跟氛圍 了解 但Paul哥的摩羯座 就真的有夠爛 沒有 我們就是天生講話 就是有一個威嚴 而且你看 我們這邊這個指揮家 都是俊男美女嘛 所以大家都喜歡 跟我們講 你保護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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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我們人 我們都不愛管 就是如果你跟我們沒關係 我們真的是 不想跟你有交集 但如果是像我老婆或我女兒 我們家有一個外號 就是女子兵營 基本上就跟均營沒兩一樣 因為就像我們兩個小孩 一個六歲 一個五歲 我們規定他每天八點以前 就要睡著 睡覺跟睡著 睡 然後到現在都這樣 剛開始的時候多痛苦 你也知道小孩子 有時候想要那種 有些小朋友都到十一二點 然後我們就要一直跟他 講故事 講故事 講到沒故事 講說 爸爸的故事都講完 你可以換講故事給法庭嗎 這樣 然後一路就是壓他 壓他 反正就是時間到 就是壓他去睡覺 甚至我們 我跟咪咪 就是為了他們養成他這個習慣 控制他這個習慣 你們七點半就睡了 沒有 我們差不多 我們就是大概這六年來 沒有任何的晚餐的這個應酬 全部都是在家六點就吃飯 六點吃飯 然後 壓他們去洗澡 睡覺 所以我們犧牲了六年來的 所有的晚餐跟應酬 就是為了要培養他們 睡覺這個習慣 然後好 現在好了 女兒很乖 爸爸要睡覺 自然就去睡覺了 很開心 我們睡完以後 批批起來 咪咪就開始想要追劇 我說追劇 OK嘛 對不對 反正後面是自己的時間 結果一看不對 一追 一追 追到一兩點 小朋友都在睡覺 到時候小朋友六七點起來的時候 媽媽要起床 他還說爸爸要睡覺 我就說不行 跟他講說你要十二點要睡 你十二點要睡 為了你健康照相 他在那邊 沒有啦 還沒看完 看完最後這一集 這樣 我看到我什麼ㄎㄧㄤ的時候 我就直接把那個叉子 啪 拔掉 整個那個臥室的電視就黑掉 他說怎麼沒有 我說你再關心就寢 他射手座怎麼會瘦得了你 好帥喔 真的 因為 所以他就關在那裡 就久了以後 他可能也怕我晚上可能會翻過去 就開始也假裝睡 所以現在他十二點 也會準時以前就會就寢 像我們現在年紀到的 最重要的就是健康 健康有問題 那個咪咪他上的 他比我年輕很多 都不運動 每天就在那邊滑手機 要運動 我說你要運動 然後後來每天拉著他下去 跑步給我跑三十分鐘 每天喔 然後他不跑的時候 我就扛著他把他 他說我要化妝 我說誰鬼要看你 在那邊跑步要化妝 這樣把他拉下來 然後穿睡衣的把他拉下來 就像每天逼著他早上早 所以他現在每天九點時間到 我想說在跑步 現在故意不叫他了 跑步潛移默化 好慢慢 他會不會跟下來 兩分鐘 五分鐘以後 自己就下來 所以現在已經不用問了 因為他如果不下來 你就會唸他半個小時 會啊 他主動自動了對不對 開始已經有這個意識到 所以我們指揮家是不用講話 他就會自己慢慢跑過來 又開始在那邊跑步 現在跑起來 身體好了以後也很開心對不對 你要確定他會很開心 身體又好 是真的 他開心不重要 什麼 他會被硬牆逼的 對 像我這逼我老婆 也是要運動 我會狗夾 我一直這樣 對啦 是要運動 任何方式這樣跟他講 叫不動 叫不動就叫不動 然後我甚至用恐嚇的 恐嚇 我說你再不那個 你不要怪我這樣 你要怎樣 不要怪你什麼 他也沒差 對啊 你知道嗎 他也知道你不懂 我不要 笑他沒有 但是我老婆最近很奇怪 她突然就有一天跟我講 爸 我們來做雙人瑜伽好不好 我說好啊 他是想要雙修吧 對 我說好啊 來啊 有穿衣服嗎 就打開 然後電視放了 然後電子 加電 電上去 然後我們兩個就拉 因為我也硬 他也硬 兩個也拉不到 天啊 我說好了 那你自己先做好了 他就第一天就 真的很認真的做完15分鐘 讚 一次一個開始 然後開始 這樣連續做了六天 然後我就大概10點多11點 我就進去 你還沒做喔 我就出去了 然後大概隔10分鐘 我就說 應該可以做了吧 他沒有 我再看一下 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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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中真的是沒辦法逼 要吃飯婆子 要自己做 對 可是我真的覺得當指揮家 會給別人帶來很大的壓力 雖然其實母羊座回去照鏡子 就是看到指揮家的人 真的 你自己不是 但我一定要講 就是去朋友家 其實那個真的就 我們就會把那個指揮家的個性 稍微收一下 我是記得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因為都是媽媽 然後就想說白天小孩都去上課了 這樣子 然後他就心血來愁 就邀幾個媽媽到他們家 他說 今天中午來我們家吃飯 我做菜這樣 結果他就在進廚房 就忙東忙西的 然後真的都在忙 他老公突然之間回來 然後我們就在想說 你老公怎麼突然之間 要回來這樣 然後我們就想說 中午回來 這怪怪的對不對 可能也是放個東西 馬上就要出去了 那我們可能真的就還是可以開心的聊 開心的吃飯這樣 殊不知那個老公 真的完全就是一個指揮家 完全 他說你應該先切什麼 這個多放一點 那個蔥什麼要先爆香 然後那個東西要加一點 然後因為他老公在家對不對 那我們其實幾個媽媽就這樣 就大家互看一下 然後就是想說 我們點點就點點 裝不在 對 就假裝沒事 然後在大家開動的時候 他就突然又講了 我就跟妳說 剛剛這個鹽真的要多放 妳就不放 妳看是不是沒味道 不好意思 我老婆真的 她平常廚藝不怎麼樣 又在我們面前 又數了 我們一下她 那個整個空氣就很凝聰 你知道嗎 我那個朋友真的就受不了了 他就真的當場閉嘴 直接講說 你可不可以閉嘴 我今天好不容易 請大家來我們家吃飯 你一定要出一張嘴嗎 對啊 然後她老公就摸摸鼻子 就弄一弄快速的吃完 然後就趕快進書房 明明應該不敢跟你講這種話吧 超感慨 應該 她不會找人來 她直接在外面的 聰明的很 所以我覺得那種真的就是 碰到那種指揮官 他們家裡的一些小事 我們去做客的人 我們會覺得很有壓力 壓力不大 真的很難 但欣恬 你看不出來是個雜糧的人 我可以說 因為我牡羊座 天生很喜歡管別人 就是有那種領導的那種氣質 然後不喜歡被管 但是我覺得我們牡羊座 還是有分 就是像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到朋友家 我們會熟練 就很隨興 對 會隨興 但是如果路見不平 就是有關意氣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不可能讓 比如說一群人 常常就是聚餐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會有人跳出來說 我請客 或是你就一直在等 這一餐會不會有人請客 甚至你可能結束 或是你就會提早走 通常都跳出來講說 你應該要分享 你怎麼可以就當然不走了 對啊 你看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會出來指揮 但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沒有出來指揮的話 是不是有些人他經濟有困難 他就還是 那就他出 或是每一次聚餐 然後都吃那種很貴的東西 然後這個人 就是有點打中臉沖湯 所以我覺得我們牡羊座的人 是會跳出來講 然後而且我會跳出來收錢 對 然後還算好多少錢 會會會 一個人就多少多少 唱歌最需要的 這麼現金沒有 那你等一下會給他 你等一下拉配給他 然後你等一下幹嘛 這很棒 會指揮 對 然後我甚至 我就會在群組苦口婆心說 我覺得聚餐可以再少一點 因為每個月 就是每個禮拜都要這樣聚 真的太浪費錢了 你好適合在長輩團 太浪費錢 養生長輩團 不是 可是因為我有 我有瞄到 就是有一些人他真的有困難 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說 就少了一點 然後或是說不要都那麼貴 或是不要每一次都一定要喝酒 因為酒錢一定會很貴 怎麼可以 吃到不喝酒 酒是很好的一個住信工具 真的 如果人喝啤酒 不一定要喝到那種紅酒 就是不是每天 或是每個禮拜兩三次 啤酒會有啤酒 對啊 傷心鼓 對 你們兩個 唯一真的也很認真 這個鬼 這個要指揮一下 老師幹嘛一直吃飯 你就喝酒就好了 對啊 要跳出來就是關心一下 這不行 這十點 不行 十點 你還是要喝酒 今晚開戰吧 讓你永遠選美邊 今晚開戰吧 讓你總是非成贈 新時態 互動式 綜藝 快快來訂閱 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